有氧运动是指人体大肌肉群参与的有节奏 可以长时间维持的运动状态 人在这种状态下呼吸循环功能会增强 不会因为乳酸堆积而导致运动过后产生酸痛感 脂肪也消耗的更多 因为运动时肌肉对脂肪酸和葡萄糖的需求量增大 而这些东西都要由脂肪来提供 脂肪细胞输出这些材料的同时 就会更加强烈的东西 脂肪就粗小了 而且血液里多余的血糖也被消耗 不能转化为脂肪 这样一来人就瘦了 有的人认为先有氧后力量训练 简直效果更好 但真像是 如果有氧在前 它就会降低脂肪原储备吞噬你的力量 而且力量训练增加了肌肉总量 提高代谢率 让人在休息时也能消耗脂肪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 简单热身后 先力量再有氧 美国达拉斯健美运动中心的研究员发现 饭前一到两小时做适当的有氧运动 如散步 乱跑 更有利于减肥 可我怎么觉得会吃得更多 可如果有氧运动过度 就会损害内脏了 人在剧烈的有氧运动时 内脏会大量冲血 最高可达安静时的三十倍 关系成了这是 想要既运动又保护自己 其实很简单 一是保持规律 有数据显示 无规律且距离的有氧运动 更容易引发内脏损伤 所以那些心血来潮 就会去猛烈一顿的老铁们 可要注意了 有氧运动每周四到七次就行 但是每次运动消耗的热量 一定要大于你当天摄入 要不然就白亮 二是要控制强度 这个主要看心率 正常人的最大心率是 用220减掉年龄 一般来说 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80% 就能达到锻炼效果 超过80%就算强化训练了 而低于60% 只能起到活动作用 不同人适合的运动也不一样 如果你特别胖 可以试试散步 下楼梯 打太极拳 这种轻微的运动 一般胖的话 建议万跑 登山 扑到骑车这些中等强度的 瘦子的话 建议你们去玩活 然后全部收死 还有个很牛逼的有氧运动 就是跳绳 国外媒体报道 跳绳15分钟 相当于打三局网球 骑4.2公里自行车 慢跑45分钟 简直就是有氧运动里的 巨能环 最后提醒大家 有氧运动不是越多越好 长时间有氧锻炼 不仅仅消耗脂肪 还会大量消耗 对肌肉生长非常重要的白氨酸 通知